海濟山 cult 106年10月20日 今天的主奏是 愛智大學的黃毅良教授 他是推動台灣文學的研究 最重要的在國際界的最重要的一位學者 然後呢 他今天所要講的題目 剛好對我來講是充滿了生命感動的一個重要的故事 為什麼呢 許壽商先生是我們中文戲的第一位戲名 其實他的笑歌以及可以唱的版本還在笑事館 各位有機會去按一下 聽一聽一看 然後他的最後的無幸的過世 我也聽過烈士小鏡頭前任 韓若也 台前任他們當時也寫了一些懷念的文章 所以對我來講的話 一輩子在台大 然後比如中文戲 正中文戲的教書 這個許壽商先生是一個好像 不曉得應該怎麼說 將近那個神體牌一樣的一個的存在 那我沒有機會 因為太小了 所以沒有機會見到許壽商先生 但是 許壽商先生的他的這個哲詞 許壽商先生是我的老師 跟他還有很多的互動 這是第一件事 然後第二個 陶間村先生別如不是我手 但是對我家的意義不一樣 我終於一輩子都活在台大的 就是因為陶間村前任的關係 他是 我記得是九州 九州 九州 九州地大的 然後他在一個很可能的紀元 在台北遇到我的父親 意外地發現我的父親竟然沒有在大學 我的父親是這個東京這個地大的 他們是屬於地大的 所以他就邀請我的父親進入了當時還存在 我現在改的名字叫做熱帶醫學研究所 然後這是我從小就在那個地方長大 一直到潘到校長區這邊來 在我們小的時候的經驗回憶裡頭 陶間村先生是一個很神聖的存在 這個永遠叫他投身性 那我的父親跟他有一輩子的交情 甚至到他過世以後跟他的孩子 這個陶藝王也一直還有很多 這個很非常密切的交往 這個可惜我錯過了 我只覺得他應該是屬於醫學領域的我 後來才知道他是 他在新聞學大系裡頭 有這個作品被選入 然後他有一些很重要的 他跟郭墨洛是聯經 就是康米亞娶了一對日本的姐妹 這個在中國跟日本都視之為家話 但是他好像也是在228年 事情發生之後就離開台灣去了日本 最後好像是在這個日本或是寫 大概有一本書叫做日本的遺書 這個環境 那麼這些對我來講 只是因為家庭的背景 越來越知道 但是真正的專家在這邊 還有另外一個 我真的是沒有極遠認識的 這個天才少女作家 陳慧正 那我們就熱烈的掌聲 歡迎這環境者教授 謝謝 柯老師各位前輩 李老師 李永成老師 也有在好幾個前輩老師 各位來賓晚安 大家冒著台風天來聽我們的報告 真的有點高興也很煩惶 不曉得今天有什麼好的東西可以提供給大家 那今天我是用個說故事 說故事的心情來講一些我的讀書心得 那我今天真的很高興 讓柯老師來支持我這一場報告 剛剛柯老師有提到 我題目裡面的三月幾說 請說 桃秦真 天才少女作家 陳慧珍 這三位子人工以台大都有演言 院選或少 柯老師都有一些個人的演言 其實從上一世紀的80年代過半 我開始在讀壽司班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會1945年前後 一直到今上時起 1900年代最前整個大時代 這個大時代當然不只是包括台灣 整個大時代產生極大的興趣 所以會對這個課題產生極大的興趣 只要是受到當時我碩士班的導師 知道我的教授是彭泽州先生 老英被搞中國進鮮代史的人都知道他 今年已經86歲 他是武漢大學畢業 然後在展望短期來台灣 後來有些驚嘆他的老師就是 日本東洋史的大家小葉田成教授 小葉田成教授其實暫停在台北地大的民生協助教授 所以後來戰鬥就到 回到日本就到京都大裡去教書 那彭泽州先生他只要是開創比較歷史的研究 特別是對於清末的洋務運動 以民事為新的比較做出非常接觸的協助貢獻 那我會說到彭泽州老師的啟發 第一次在他的研究室上課的時候 我發現他的研究室掛著兩輪 台進隆先生的字畫 後來又讀了彭先生一篇 關於細數以李繼爺先生從鴻的文章 我就開始追問他 麻煩他告訴我一些事情 讓我對二戰後出奇 那個台灣官務後出奇 來台的中國文化人 一些學者 及那個時代產生了莫大的興趣 那台灣官務後出奇 來臺灣的中國文學者 我想比較有名的 就是剛剛柯老師也提到 魯迅最好的朋友 那個習授賞 那後來他也當過 台大中文系的所任的系主任 還有魯迅三年代成立的文學團體 魏明社 魏明社的成員 包括台進隆大學 還有我剛剛提到的俄國文學 英國文學一個非常人的花蜜家李繼爺先生 李繼爺先生其實後來也在台大短期任教過 那我後來做博社任的時候 90年Canemons事件的可言 90年我到了天津南開大學 拜訪了李繼爺先生 他那時心裡還的話 還跟我提了一些事情 後來他們晚年 柯老師也知道 那個李繼爺先生 還有那個台老師都在報紙上 和一起當年他們那一段的事情 他讀了真的令人很感動 後來李繼爺先生 還寫了一個字畫給我 我當寶貝 那我們都知道柯老師是 台老師 凱建雯先生的弟子 還有李烈恆先生 也是剛受來台的 重要的中國文化人之一 另外就是剛剛柯老師提到的 創造社 三六年代非常遠遠的文藝當年 創造社還有左人成員 資金的那個陶金森 陶金森 那陶金森是柯老師認真大人的好朋友 我記得柯老師寫過文章 那小時候陶金森先生 還送了一張很安慰的提寫給柯老師當禮物 那我今天要報告的另外一個主人公 陳偉甄的爸爸陳文斌 他其實當年過建國中型的校長 台大文章的教授 也跟柯老師有一些關係 但是我發現今天的報告時間 好像只有一個小時了 那我還是想其中來講 也許大家比較不熟悉的陳偉甄的故事 那關於洗壽先生的部分 我想做一點注目性的行銷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購買台大出版中心 那我編的那個洗壽商的那個日記 這個日記其實非常的精彩 當時後的一些寫者文者 他們都會把他們的舊體詞 抄寫在日記當中 那洗壽商日記 台大出版從1940年到1948年2月18日 他被小偷 紀書被小偷殺死 那天晚上完整的日記 都有保存下來 台大出版中心也出版 然後日記裡面從40年來 1940 抗戰發生之後1940 那一直寫到他四十那晚上 那日記裡面 對當時整個大時代的一些細事 還有日記裡面的舊體詩 舊體詩裡面有描述抗戰時候的一些離散 還有他來臺灣後的心情 還有我編的 洗壽商臺灣時代的文集 那非常的精彩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應該好好地來閱讀 那關於陶經生的話 可以讀我發表的一篇文章 叫《跨界者的跨界已濕過陶經生小說淡水的心中》 顯現戰落臺灣社會現象 那發表在中央研究院臺灣水研究所的 臺灣水研究第18件第一集 大家可以品會上網下載 然後在開始 講述陳偉珍的故事之前 我想簡單地談談我今天報告的問題意識 那今年的4月我參加 卡王大學兩個研討會 也發表論 那研討會是 冷戰時期的東亞政治文化 還有魯杏林東亞 其實題目也不是非常輕盈 但是因為發表論的學者 羅美國學者 中國大陸的學者 還有香港 韓國 還有馬來西亞的學者 那兩個研討會的話 這樣我收穫非常多 那今年8月 我以日本生物大學的一位教授 還有政大開支所的謝華雅教授 我們籌備了一個研討會大分類時代的細數 大陸 臺灣 香港 馬來西亞的研討會 那研討會上有將近撒之編的論文發表 那個高嘉欽老師 還有衝擊的高嘉欽老師 他也發表非常精采的論文在談論 黃金會 南京時代的那個文論 還有一些就體式的問題 非常有意思 那從4月的研討會到 延伸到8月的研討會 讓我把一些問題意識 一些問題意識又做了一個成立 我想1940年代 整個1940年代的文化的漂泊 可以說是不斷的來回於中國大陸 還有臺灣 還有香港 還有南洋等幾個重要的地域 那當然也包括一度想要把國號改為大日本帝國 但是後來就變成敗戰國的日版 也把那個日本以後包括在裡面 那我們都知道1940年代 在東亞整個東亞地域有兩個重大的歷史事件 一個是1945年日本的敗戰 另外一個就是1945年中亞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那賈雜在這兩大事件前後的整個動盪的時代以下 那這個時代所使用的語言的多樣性 以定義體驗的多重性 還有文化人與文字文本之間的一種肯瞭性 都等待著我們去思考去做一個理解 那其外我想我們在1940年代這個大時代當中 也不能只有計較在1945年前後 就應該把整個視野延長到 東西陣營大致底定的1950年代的冷戰前夕 我是希望能夠以文化活動 整個文化活動的聯繫的觀點 以地域的傳播來探討 來打破過去文學署上的地域與領域的分界 把各種媒體上的文化活動都類為前面性的比較對象 比如30年代非常有名的邱愛堂 邱愛堂的故事在中國就分別以小說、戲劇、電影等 多種聯繫開創新的題目獲得很多人的接受 還有最近邱昆良教授出版的《諾巴中國》這本書 這是俄國非常有名的技術家特內技亞科威的技本 諾巴中國 邱老師奈米蘇也做了一個非常詳細的法書 把這個文本從蘇聯流傳到中國、流傳到台灣 他服務了很多孫勝倫敬的中國人 以致統治下的台灣人 那40年代的文化狀況 因爲第一性的差別 使得不同領域的文藝活動影響力有所差異 因此跨領域的共同研究是非常的重要 還有我是覺得我們BC也要注意 並重視分類整個大分類的時代背後所隱藏的文化接觸 那不僅要注意到上海、台北、香港、馬來半島、延安、重慶等 幾個特定的地點 更要重視往來於這四個地點的文化者 以創作者所經歷的漂泊所謂的異鄉的體驗 其所帶來的以某地域及文化者的接觸 以及經由作品與接受者的接觸的觀點 來解讀各式各樣的文本及一些文化活動 那我的問題意識的關鍵字的話 我想大致上有所謂的跨界還有離散 還有那個漂泊 那漂泊的話 我剛剛也跟李友誠老師談過 如果英美文學裡面 所謂的流動 他用中國文學 特別古典文學來講的漂泊是漂流 英美文學來講是流動 還有流亡還有所謂回歸的這些問題 那今天我要講的一個文本 所謂大分類時代的一個細事 不管是大細事或小細事 總是要文本 一切的研究還是回歸到那個文本的問題 那其實我今天是要講一個故事 那同時也要講一個那個文本的問題 那如果對台灣文學戰後 初期台灣文學有留意的人 我想會注意到那個 所謂當時光幕後初期 那個被稱為天才少女作家的陳偉珍 這個十四歲的小作家 那這是當時1946年 就是民國35年10月22日 中華日報的一個報導 那這個報導是日文的 因為從光幕後一直到 德民民國35年的10月25日 還引起報紙 一半中文版 一半日文版的陳太 那這邊報導是寫著說 本社爭獎小說 由漂亮的小羊來國冠 那十四歲的少女獲取殊榮 那本社就是中華日報社 會慶祝新生台灣的前途 並提升文化而舉辦爭獎小說 而舉辦爭獎小說活動 那從前導各地爭的眾多稿件 內容以描寫青年在大時代下的苦惱 以掙扎激動 所以本省文化的前途添了一線光明 令人感到欣慰 那經本社嚴格的評審 寫選出以下作品得獎 得獎作品 嚴定於報上年載 然因為自文版的策畏諸負 所以無法如願 助為遺憾 那第一名從缺 那第二名就是飄浪的小羊 獎金一千五百元 那當選者的簡歷 陳衛珍十四歲 高雄縣岡山西燕巢鄉人 弟子台北市武廷丁成文兵宅 民國三十四年日學 日本三立縣立高等女學校 三十五年返台 民國三十五年返台 現就讀於台北第一女子中學 初中部一年級 那得獎人陳衛珍年僅十四歲 攔棋大座漂亮的小羊 描寫過去日本統治下一篇 臺灣少女心系祖國 期待光顧的臺灣 是一篇可以期待的作品 這個報導是這樣的寫 那陳衛珍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我就做一個聯土的簡編 他1932年的企業 在日本東京資深 他的爸爸陳文斌 陳文斌高雄人 互難大學畢業 他的母親何佐娃 永遠是同校是嘉義人 招合醫學專門學校畢業 那陳文斌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人 如果是對當初期歷史 熟悉了很多 我想都會聽過陳文斌這個人 陳文斌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語言學家 他是高雄的鋼山人 他的祖父從福建的張桌移民到臺灣 經營砂糖工廠 是一個大利子 但是後來他的祖父牽涉到西萊安世界 一千方的西萊安世界被受審 那訴犯後就適失 那時候他的親戚 二十幾個人也受到牽涉 那其中有兩個親戚被嚴選靠打 成為了那個會人 那當時候陳文斌才12歲 台中第一中學畢業 後來留學上海的互旦大學 學中國的古典文學 語言學 社會學 然後其實陳文斌還有一個最小的實施 在1951年 台灣白色恐怖實行 在地島被關了7年之後 後來被刺刑 那陳文斌在復旦大學 再學期間 就成為馬克思主力者 陳文斌當時有兩個信念 他認為中國的自力自強 靠國民黨是不可能的 必須經由老共 就是中國共產黨來達成 那第二個陳文斌的信念是 認為台灣必須復歸中國 就是他在復旦大學求學的時候 他就有這種想法 那後來畢業以後 他留在復旦 繼續古典文學的研究 但是他後來也成為中共的地下黨員 接受潘漢林的指揮 當時在上野城 由中共的地下黨員的領導 就是潘漢林 潘漢林後來新中國建立之後 當過上海市的副市長 也當過上海市的黨委實際 那陳文斌當時 當中共地下黨員的時候 他除了編輯地下之版刊物 有侯之外 也教中共地下黨員的日語 當時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詩人座家 是昨年參加中國左翼座家聯名的 一個非常有名的女詩人女座家 叫關路 關公的關 渡水的路 關路 關路非常有名 1937年 中國拍了一部非常有名的 非常有名的看護電影 十字街頭 十字街頭的主題集 春天禮就是關路做出的 那陳文斌曾經交過關路日語 後來關路被捕以後 陳文斌也發現很危險 就逃亡日本 我發現台灣人很奇怪 就是明明抗日或是家裡 被日本受到日本的壓迫 我當後來台灣的時候都選擇日本 林憲港也是一個例子 這為什麼其實我也無法去解釋 陳文斌到達日本以後 在華盛大學先讀書 後來在華盛大學教書 繼續他古典文學的研究 他在日本的期間 和當時中國非常有名 和日本非常有名的 研究中國語的學者 肯塔玲堡 那帳號也非常有名 還有昌食武士 昌食武士是大教授 當時二戰後日本的話 搞中國語學的話 就是唯有昌食武士來 在東大也教過書 在京都大學也教過書 還有當時跟陳文斌關係很密切 就是華盛大學的一位哲學教授 古川測山 古川測山的兒子 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 現代詩的詩人 古川靜泰郎 非常非常有名 現在還活著八十幾歲的 還有當時跟陳文斌關係很好的 還有一個英美文學的教授 野上楓一郎 野上楓一郎的太太 就是非常有名的作家 野上女生子 他們之間的交情非常的好 1946年2月 他們前家搬回臺灣 陳文斌在台大文學院當教授 一方面兼建國中學的校長 還有《人民島報》的編輯 王天燈的《人民島報》 陳文斌也擔任的編輯 當了228事件以後 被警備司令部逮捕 被金世華停判實行 很多人幫他逃亡 他一個人坐小型的飛機先到香港 然後再從香港 進入了當時的解放機上海 1950年陳文斌任華東人民廣播電台台 1950年移到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 1966年還是逃不過文革 1966年文革被破壞 1969年到1974年在荷蘭省武器幹校 接受勞動改造跟思想改造 1978年文革結束之後 民意恢復 1978年又回到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 1979年當任鄭行民 也曾經去的日本站810 810在北京去世 那我就是關於陳文斌的簡單介紹 那以下我想來介紹陳文斌的 被稱為天才少民作家的作品 《漂亮的小人》 在1946年2月他們一家還回臺灣 然後成為近日台北北民的初中部的事 那10月25日出版了日文 它是用日文的自傳小說 《漂亮的小羊》 《漂亮的小羊》 前幾年就剛好太好了 《衛先生水》 《蘭丁書籍》把《漂亮的小羊》 又重新把《復刻》功德無量 這是功德無量 但是我覺得很可惜 《漂亮的小羊》出版之後 好像似乎在臺灣、日本 沒有特別引起一些討論跟討論 所以我是覺得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想花點時間 來介紹《漂亮的小羊》 希望大家能夠重新來注意這一本 也非常有意義的小說 我剛剛講的可以把它數為 一部大婚內時代的大戲劇 同時甚至是一個大婚內時代的小戲劇 《漂亮的小羊》 正義部的小說 然後我先看一下 這個是陳偉珍 再回到民國三十四六年 他有什麼開始 是1945 對1945 1946年 那是1946年二月回到臺灣 1946年要回臺灣的前戲 在日本拍了一張照片 1946年 等於說可以 1946年他就是這個樣子 陳偉珍 這是《漂亮的小羊》的封面還有版前夜 《漂亮的小羊》的封面還有版前夜 是用日文寫的一部自傳小說 《漂亮的小羊》究竟是什麼樣的一部作品 那我想我底下就真正要作品做一個討論 《漂亮的小羊》時代的背景 設定從1936年抗戰情緒 到1945年日本敗戰為止的九年間 那小說的場景是以東京 還有當時蘇散就是美金的風炸 然後一些小孩子必須蘇散到山區 然後陳偉珍他們是被蘇散到山里線 那小說的場景只要是以東京和蘇散期三里為止 然後裡面也有另外的蘇散期 比如新瀉還有稍微提到那個故鄉台灣 那故事的主著是描寫這段期間 1936到1945這一段期間 作者陳偉珍一家人在東京生活的自傳小說 那在西部的前者及時系或角色的設定上 是有部分的虛構 那我記得那個英國非常有名的記者家蕭伯納 他曾經說過小說 除了人民地名是假的以外 其一都是真的 反而歷史除了人民地名是真的以外 其一都是假的 那我想其實也不是沒有到 蕭伯納也開玩笑但是也不是 沒有道理 那這個故事 漂亮小楊的故事 是從那個女子人公叫易法 收到她的帳戶叫田上女 那個田地的田田上女的心 然後帶著兩個愛女 離開熟悉的上海前往東京 陳偉珍上面還有一個姐姐 她們只有那個姐妹 然後小說就寫著她的媽媽易法 然後帶著兩個愛女 離開熟悉的上海前往東京開始 那這一家中國籍的台灣人 蘭子騰沿在上海的互旦大學任教 那為民調自己成為日本人的傀儡 不想被日本人利用 所以就先到東京 那她兩個孩子的名字 在小說裡面叫做惠子跟惠珍 孩子是六歲 六歲跟四歲 那一家宿口就這樣開始了東京的生活 後來田上文 後來在法政大學 教授中文跟社會學 那直角惠珍 這個小女孩惠珍 她是在她父母親在上海的時候 認識一個老朋友 叫結江阿石 那其實結江阿石是 當時跟陳文彬非常好的一個朋友 就結江阿石是法政大學經濟學的教授 其實是日本共產黨人 也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 那陳惠珍小時候 也是到她家去當養女 然後田家跟結江家兩家的交情非常好 那惠珍在民國27年的春天 進入期待已久的幼稚園 正式展開她在東京的上學生涯 然後學校裡面等待著她和她姐姐 這是種族歧視和欺慕 那由於父親工作和戰爭的關係 那惠珍姐妹兩個人曾經速度的轉學 但是每一個新學校迎接著 無外就是歧視 那小說裡面 他的小說裡面有一段這樣的描述 我把它翻成了那個中文 小說他們這樣想說 老師的嘴角浮現起不好懷 不好意的微笑 你是知那人 惠珍回答 是 我是中國人 那知那人和中國人不是一樣嗎 說是就好了 隨導老師提高的音量 惠珍也站起來正式地說 老師不一樣 知那人是五日中國人的說法 那這時候從教師的一腳 傳出痴痴的窃笑 傳到惠珍激動的耳裡 那耳朵裡 使她清詞更加的激昂 沒事沒事 好了 多坐下 那隨導老師揮著手大聲地說 那惠珍咬牙強忍著不甘心 以憤怒的悲憤情緒而坐下 放學以後 惠珍總想著不要再來這裡上課了 卻還是乖乖地來 惠珍輸了 卻仍有如此嚴重的民族歧視 也缺乏對中國的認識 使她心中對水導老師痛恨不已 但有這種偏差想法的 卻不止水導老師一個人 老師只不過是反應了除少數人以外 大都是日本人想法的典型代表人之一 只是剛好被一個中國少女發現 一提到中國人 就以比數的理氣說 啊 親吼奴啊 這種不人道的觀念 應該要徹底的廢止才對 那這不僅是惠珍的想法 更是前提中國人心中的厭話 小時候以她是這樣的描述 那惠珍這個小孩子 就在這樣的環境下 理解到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歧視 那蓮佑的姐妹 因此遭到同學清國奴 朱納人的辱罵 甚至被扔石頭 那關於被扔石頭這個事情 在她的小說裡 在她的小說裡 她是這樣的那個那個系數 我把它翻成那個中文文 練一下 有一天放學後 姐妹倆便監回家的途中 那惠珍突然聽到 過面傳染奇怪的聲音 變說那是什麼聲音啊 惠珍也停下腳步 好像真的有什麼聲音呢 說著說著 聲音越來越大 惠惠 凍凍凍凍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子倫宮是田上 那田 田的話 這個是變叭叭叭 那凍凍凍是她的姓叭叭 這個日語乖音的諧音 廟會大鼓東東小鼓 那兩人發現 就是惠珍跟她的姐姐 兩人發現 有人在取笑她們的姓氏 但覺得不碰則無事 一是加快了腳步 而那體型最壯瘦的男生 以當臉頭的氣勢 拿著棒子大喊千勃 那些欺負人的孩子 聽到這句可以罵人的話 便凍凍凍的喊起 清國奴自那人 沒用的自那人 清國奴 清國奴 被叫洞 都還忍氣 吞聲的廢稱 一聽到清國奴 好像是被這個計畫 刺中新歐一般 立刻還成鄉親 為什麼要叫我們清國奴 中國人有什麼不對 你叫溫和的廢主 拉至妹妹的書包帶霜 別說了小不點 不趕快回去 只會繼續被他們欺負 眾人沉默的半小時後 拜託的孩子跳舞起來 你們是在囂張什麼 丟打 話聲一弄 欺負人的孩子們又開始鼓掌 並且紛紛拿起石頭 丟下他們 慧珍這時歇斯底里的 想衝過去反擊 卻被姐姐拉住了 為了不讓 等他們回家的父母擔心 只好欣欣然地咬著牙走回家 石頭只是落在他們身後跳躍著 此時 慧珍開始覺得 大部分的日本人 都是如此野蠻與殘忍 且無淺而傲慢的國民 且日本如此不自量力 自我感覺良好的認為 自己是世界第一強國 也是文化水準第一的國家 疑似便出兵侵略中國等國家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想法 已經深深敬客在慧珍 幼小的心靈中 這並不是別人教他的 而是一個中國少女 對於日本人的客觀觀察 如果日本人明顯地說 日本是最優秀的國家 這是巧妙的自欺欺人 也是可怕的詭辯 但日本恐怕會否定這個說法 這是因為日本人 缺乏冷靜的思考 以準確觀察事情的眼光 這一段話其實在今天 好像也是有用 然後當時小說裡面描述的 這兩個姐妹 在嚴格的父親 安父親非常嚴格的 中國人的抵教下成長的兩姐妹 對於這樣的日本人 只覺得出於而殘忍 民情不定 又傲慢的國民 當然 學校欺負這兩個姐妹 依然而故 慧珍每聽見同學們 日罵小珠娜清宮 QPP 珠娜的殘兵史 她只覺得悲傷 也更激情我對日本人的反抗意識 那慧珍因為功課好 經常被選擇班長 即使因為種子歧視承受欺負 那種也還是當選班長 那關於這一段 我最後就是文本裡面 最後我再唸這一段 唸這一段 這段是誰說 天 他們的姓是天 天 你也太囂張了吧 珠娜人還當什麼班長 而且還當男女兩子的班長 也太過分了 兩人嚇了一跳 而春山 或是日本人 而春山則花生為慧珍辯護 當班長有什麼不對 成績好的人當班長 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能連善道的忠者 這是一個日本的姓 忠者一時以賽的 這就是所謂的惡人舞蹈 那田中猛力抓住了春山 細細地說完 你再講什麼 風話又不是再說你 你當班長本身就很奇怪了 何況還是個資納人 本來就是最高調 當班長的不是嗎 春山不甘示弱 而惡人的自由手段 就是訴之暴力 田中突然 威脅想要打春山 忍如可忍的慧珍 努力抓住田中的手 主位用武力解決 你真是野蠻 慧珍正氣免然地說 是男人就不要做這種baby的事 忠者的雙手 無力的垂下 如果你們不要我當班長 直接去跟老師說 不就好了嗎 不常的話 那我寧可不當班長 只要你們以後 別再欺負人 貴身損壞的起下了班長的胸張 然後垂頭上去的說 拜託你們別再欺負人 別再叫我欺負你 我們不是因為你是班長而欺負你 是要討華可惡的滋納者 田中公產如此的大方劫持 啊 這真是偏差的正義感 把這種想法灌絲給孩子 究竟是誰的罪 就是把對中國的錯誤感情連呼不動 移植到孩子身上的日本金黃 我在滋納砍了十個滋納恢復的腦袋 從戰場回來的精神 這樣的催曦症 就給孩子灌輸了中國四個弱狗 中國人是壞人的偏差觀念 慧珍從她的話聯想到日本人對法感情 而憂心忡忡 她那個小說裡面就做了如此的描述 她整個故事就是沿著慧珍姐妹 在東京還有蘇珊七三里的學校的生活家庭 生活為主著 從抗戰前戲一直行到日本敗戰的 1940年8月10日 那在這個小說 小說的那個戲劇裡面 她也寫著 那此著重是我的處女重 我於今年一夜 在日本東京等待歸台的一個業內寫著 我希望能夠描寫出一個少女和她一家 那在台灣尚在日本統治下 最近好像日濟日治 好像又有一場生存 我是覺得所謂日治跟治 我個人不是治理的意思 是日本殖民統治的一個簡稱 日本殖民統治都太長了 日治的話 日治的話是日本殖民統治 不是日本治理台灣的意思 日濟的話 當然有的要用我不反對 那我個人我是覺得用日治時期 但是我這個日治時期 一直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的意思 然後這個研究的小說 它是寫日本統治下 我在想他們日本統治下的意思 也是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意思 然後儘管在周遭的破壞裡 承受著精神的煎熬 人訓練祖國 相信揮煌 相信揮煌泥民的到來 所以從這個小說來講的話 我是覺得他們這一家人 陳文斌還有陳偉珍 我想沒有所謂認同很好的問題 他們的認同就是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楚 就是那個 我簡單把那個漂亮的小羊 那漂亮的小羊的那個副根 那個我剛剛有提到那個藍天書籍的 魏先生把他復刻 那我真的公的無量 但是他害你誰本無可 很可惜 我是覺得說 我就沒有那麼多的經歷 不過我是很想拿翻譯成 那個中文 那翻譯成中文的話 我想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靈魂 一個靈魂來理解他們說 整個那個 那個臺灣人的一些所謂那個 遺善的Q國啊 Q國啊 Q國啊 或什麼的一些問題 那我就回到剛剛那個陳偉珍 他後來就是那個 2284變以後 他爸爸被捕 後來說脫渡到香港總統上海 那1948年的秋天 陳偉珍跟著他媽媽也逃離台灣 前往香港 一直到49年 他們前家才能上來的團計 然後 這邊有個照片 就是 他們那個 228以後 三葉他們一家 一家拍的照片 那個陳偉彬還有那個何佐華 還有 後面 右邊是姐姐 然後 左邊就是那個 那個陳偉珍 這照片我就有點想到那個 美國的美情城市 那個楊超偉跟那個新蘇雯 還有他們 瓜瓜落地的孩子拍的照片 好像在228之後 大家都有異感 一些知識分子都有異感 親家拍的照片 你看四個表情 不是非常陰暗 陰影 不是很陽春的臉 就是228年之後 他們全家拍了一個照片 後來49年 全家在北京的團園 陳衛生想繼續再升血 但是那時候馬上共產黨就分配 他不需要再上學了 就分配他到北京新華廣播電台 從事對出廣播的一個工作 那這張照片是他1949年底 中國後不久拍的照片 還穿著金服 他跟他的姐姐拍的一個照片 這是比較後來 那個五零年代 那個那個五零年代 五一到五三年 他那個匯病 然後自願治療 然後一直到六二年才結論 那這張照片大概是 五一跟五三年之間 拍的一張照片 真的挺可愛的 看起來 蠻可愛的一個照片 那那個 後來文革的時候 他們全家經由被消 他爸爸 他爸爸被消滅到荷蘭 然後他姐姐好像被消滅到東北 然後他的媽媽就跟著他爸爸 到那個 到湖蘭 那個湖西幹消 去接受那個改造 那個改造 思想改造 還有肉體的改造 後來直到76年文革結事 文革結事 他們一家才團員 那個他爸爸 那個 名義揮護才團員 那1979年 陳慧珍以中國廣播的代表團 之分來訪日本 之後就經常來訪日本 後來他被91年 被日本NHK 聽為漢語的講說指教人 所以在90年代 90年代學習漢語的很多日本人 知道陳慧珍 但是陳慧珍到了中國之後 他把名字改成成真 不叫那個陳慧珍 叫成真 93年95年在慶珍大學 當好任教授 也教授過那個 那個 那個中文漢語 日本叫漢語 那98年也到了日本 後來2001年 那個日本東方書店出版 他的回憶文集 那個有戲飄落了什麼 北京這本書 那這本書到晚年的回憶文章 我已經解讀了一半 我這邊文章還沒有寫出來 還沒有寫出來 那之前已經有一個日本學者 野田正昌 野田正昌 做了很好的 他的傳記研究 成立傳記研究 那在野田正昌教授的基礎之上 我有找到一批材料 到北京 然後 他的一些親戚在台灣 後來 陳菁兵他們家 還有他媽媽的家 都是非常好的家庭 他們親戚有一些點落到 而且都是從事一些學術活動 所以我還在做一些訪談的工作 然後這到晚年 晚年拍的一個照片 然後2005年 其實才被在北京速速 速速的時候 日本的報紙還登記一個 簡單的介紹出來 然後招勞性的 還有獨賣性的 但是他到中國之後 480到中國以後 他就把名字改成成真 那沿北京廣播電台 然後魏阿 魏阿在北京 其實引起台灣 在日本出生 這日文的話 很多中文我想大家可以看得懂 那我不是一切的 我今天其實想把三個 無望人做一個交叉 然後一些文本 文本來做一個交叉的比較 然後來用一個比較大的視野 大的框架來解釋一些東西 這是我今後研究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課題 那我今天就簡單報告到這裡 那留下一些時間 那請大家來提問 我們聽了那個 總黃英哲教授的很精采的課題 在座有沒有什麼問題要提問 沒有的話我先抱轉一點點 有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是 就是說林文岳先生寫他小的時候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在那裡念小學 他的功課是全班最好的 但是因為他是台灣人 所以永遠只能當副班長不能當班長 所以我的陳慧珍的預計好像還更好一點 然後我的母親曾經跟我講過 他們在念書的時候 日本的那些小學生會對台灣的小學生罵 強迫 就是經過很多 然後呢 台灣的小學生也不甘示弱 就罵他們 所以這個現象可能是非常的普遍 我只是說這個 所以在某方面來講 就是那個陳慧珍寫的可能有很大的所謂的寫實性 這個就是這樣 或者是因為剛好聽一個演講 現在應該這裡有人願意這個提問 請 好 請 謝謝老師精采的演講 剛才老師在提到就是在念那個陳慧珍的那個小說裡面 我有聽到就是日本人都一直就是 叫中國人叫知那人 那我想特別請教一下 因為我也有看過文章說知那人 好像中國人也會就是稱自己為知那人 所以我不太了解日本人稱中國人為知那人 這個知那人他到底有沒有一種演義的意思在裡面 謝謝 那個原來的話 其實知那人沒有歧視的意味在裡面 魯迅的一些文章的話 他稱中國也稱為知那 那是後來那個 到了後來 整個抗日戰爭包以後 然後那個 這個知那慢慢地就變成那個 日本的那個 輕視 輕視中國人一種稱呼 那原先的那個文章 其實是沒有那個歧視的味道 在裡面是到了後來 到後來 芝麻就變成了一個那個歧視的字眼 那原先是沒有的 來 那裡面有個 請看 黃老師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他在49年以後他還有繼續創作嗎 我想49年以後在中國 他不可能的融寫他也在創作 而且羅光詩用日語來創作 又是 那他不會寫中文嗎 他後來的話 我看他中文 他沒有受過完整的中文教育 他如果他的中文教育 也我想就是在北一年初中那三年而已 他小時候你看他小時候在日本出生 到小學都我想幾乎跟日本一樣 然後又當一個日本學者養女 然後後來跟他爸爸回到台灣 也短暫了三年 三年的話如果受過中文教育也只有三年 那到了那個中國之後 他本來想讀書 後來那個 你也知道到了中國 新中國成立之後 你有時候沒有選擇自己職業的自由 何況他跟他爸爸他們的背景非常特殊 那後來回到中國以後 就沒有再繼續升級 就一直在對著工作 一直在對日本那個喊話 心戰喊話一樣的那個工作 然後我還沒有找到他的那個 那個中文的創作 那有的話他後來就是教中文 編了一些中文的教科書 然後也編了一些日語的教科書 後來他在中國是教日語 然後到了日本也是教中文 這個case非常多 我同時裡面就有所謂在大學教中文 那其實他在中文也是教日語 所以其實也不是非常的特殊 然後他的 我幾乎沒有看過他的那個中文的作品 他的日文的作品 其實他寫漂亮的小楊之前 他要回到那個 跟他爸爸要回到台灣之前 他就曾經也用日本在日本的報紙新聞投稿 那後來你看這一篇 那個1946年3月7號 他還跟人民島報投稿從日本回來 寫了兩篇那個 那寫他的一些趕快的文章 我是很希望能不能找他們日文的文章 而且我也透過就是中國 台灣背景在中國最大的就是 就是台灣同胞聯誼會 我想通過那個台灣同胞聯誼會 速度看能不能發現他的日文文章 我還在繼續追蹤 至少到現在我還沒有找到 謝謝 謝謝黃老師 非常精彩的報告 我那個來自復旦大學 我很慚愧 我不知道陳文斌 這個 但是那個 陳文斌在復旦念書 然後成為這個共產黨員 我想他也不奇怪 因為40年代後期復旦是一個 比較倾向於那個 做意思想非常活躍的學校 所以有很多胡蜂派的那個 後來胡蜂派的那個 知識文子學生 我剛才聽了這個 關於陳慧珍 我不知道陳文斌 更加不知道這位陳真 所以剛剛他這個問題也非常好 就是你剛才介紹他的後期的那個回憶錄的時候 說的比較少 我想知道是什麼呢 就是說像你剛才介紹這個情況的話 那麼可以設想的 就是說他在大陸的這段時間的這個生活 基本上是以外國專家的身份才生活 相對來說是一個比較封閉的 跟普通的那個群眾大概比較封閉的這樣一個環境當中 大概也可以的 他那個漢語不好 一直靠外語的工作 大概可以 但是這個回憶裡面 回憶錄裡面寫了些什麼東西 我希望能多聽您講一下 謝謝 謝謝 那個 那個 復旦大學 我是還沒有去做過教育 但陳文斌的一些東西 那 光我回到台灣之後 他其實發表了不少有關語言學的文章 語言學的文章 然後 那個在台灣的 我還要找 不容易 不行 不困 陳文斌的一些文章 然後那個 陳文斌 其實回到台灣之後 他還是用世文寫作 用世文寫作 當然不是很常 其實都是用世文來寫作 然後復旦大學 陳文斌在復旦大學 十五代 有沒有留論一些什麼 著作 活動作的情況 包括他回憶當時梁思成 為了那個 赴北京的那個長 然後他也跟 好像有一些文章 他的文章也 拿下 那個當時梁思成在奔走的時候 跟他好像還有一些觀點 然後他文章裡面也提到 當時中央廣播電台工作的情況 然後也提到梁思成 當時為了護程奔走 他好像有在 中央一抱過他一樣 然後一邊也不少天 如果我們提到文革的時候 文革 他的爸爸被校到武器幹校 武器幹是他媽媽去 然後他一家 怎樣各奔天然地步 然後後來文革結束之後 然後他到日本 保溫了一些 當年他爸爸老公的 他爸爸當年 在華盛大學的一些交友的人 這樣就是賀友 這個賀友不管是文台 或是入共 日本共產黨裡面的地位 也很高的人 他爸爸教我們那批人不簡單 而且特別倉實五四 他是開上主任 當中日本 中國學研究一個大學者 倉實五四 對 所以我現在是 想把他漂亮的小楊 還有他晚年的一些回憶文件 做一個很細緻的來解決 然後我還是努力當中 我再簡單講一下 他晚年的回憶文件 所以不是很厚 我今天有帶的 不是很厚的一本絲 但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我已經獨了一部分 那今天我想 我那想起是後來 後來還是把他 給他漂亮的小楊 謝謝 剛才唐教授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很多人最後可能流亡 或什麼可能會跑到日本去 舉個例子就是 那個陶金松的例子 那我是覺得 你今天的報告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雖然漂亮的小楊 讓我們感覺到好像是 日文只在欺負中國人 但是你仔細想 就是他的父親為什麼願意 讓他成為一個日本人的養女 這是第一個 然後事實上是 你也提到了 剛才也說 就是他的父親有很多 他在念書的時候 所結交的 後來在日本很重要的這些朋友 那我所知道的是 在某個好像體制之下 你被基底化的時候 你是受到排斥 但是很多瑞士同學關係 或朋友關係的時候 他們那種個人性比較強的時候 很多的那個日本人 是可以跟中國人或台灣人 變成關係很好的朋友 那麼所以在這裡就是 那個一個 你是一個集體性的存在 或者是當你是一個特殊的 個體化的那個存在 你之間都有去到排斥 那麼這一點就是為什麼 我一直在想你的問題 就不曉得 您對這個看法覺得怎麼樣 簡單講 那柯老師是講對的 日本人個人之間的交往 個人之間的交往是好方便 但是一旦日本人就是怎麼講 就是苦從何種對線 我在台灣一下講 有一天 你知道台灣 台灣日本人跟台灣人之間的交往 私人朋友的交往都很非常好 沒問題 那有一天我想說日本 假設日本要拋棄台灣的時候 人民所謂的 台灣人加往日本人 還是會輔助他們政府來的 集體化就這個樣子 好 我想時間也到了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我們這些這麼豐富的一個夜晚 那請大家的正夜 掌聲 然後我們最後一次 大家各位不要忘了買洗手衫 洗手衫 台湾世代 我們一起還有漂亮的小羊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兩位老師 今天看的分享 謝謝